是包子 今天是我玩植物 当然僵尸之旅的 第21天 今天我们就要挑战一下冒险模式的 三缸一关卡 OK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好了 我们已经正式开始我们的游戏了 先种植物馗 去年的话 我们前期先种两个 在水中 好了 这样 如果僵尸在水中进行攻击 我们就可以放置植物了 上路有个僵尸过来了 没问题不大 我们放一个兔兔地雷在这 然后继续安心的种植物馗的相日葵 水中我们也不要放过 也可以种上睡帘 然后继续种植物馗的相日葵 好了 我们前期的初级阵容已经搭配完成了 后期我们就要巩固这套阵容 在前面 放置我们的坚果墙 嗯 就像从水中出来的小怪兽 没关系 我们用我们的爆炸樱桃 击杀它们 再放一颗大石花 在大石花的前面 我们放置一个坚果墙 用来抵御一下伤害 让我们的大石花 去消化这个小怪兽 这里有一个黄帽僵尸 吃掉它 然后我们在后面再放置一颗 我们的豌豆射手 好了 我们已经成功守住了我们的家园 获得了新的卡片 让我们看看是什么吧 嗯 原来是窝瓜呀 在那个技能介绍中 我们可以看到 鸭扁接近的僵尸 嗯 好了 在期视频